他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 OK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事源這幾天 網上不斷傳一段IG的故事 但我不是看到原片 我也是看到報道才知道有件事 就是有一對年輕的男女 那個影片是一對年輕男女在拍攝 女生幫忙拍攝的男生 男生在巴士做什麼行為呢 就是他坐車時 他撕自己手上的死皮 放在別人前面的位置的頭上 那個人是不知情的 變成別人以為自己有頭皮 是的 沒有結局的 但女生說男生很狗 當然是笑 在下面有個留言 在故事下面有個字寫著很狗 前面的男人是不知的 也拍攝了個樣子 拍攝了個搞事的男生的樣子 OK 撕手起的 是一個金毛 打架子就拼不住了 那也很合理 這件事挺無聊的 不是游滋望金毛令和游滋望金毛強 強 對 類似是這樣 是的 是的 他是無緣無故弄人 當然那個人不知道 當然是惹來網民討論 說他們小惡妝 眼火爆 拍攝了香港人 我覺得這些事通常都是 我覺得是看人的 看你是甚麼人 看到你可能傻傻傻 或者是老 反抗 沒有甚麼反抗的能力 或者是不夠兇 就在巴士上騷擾你 又不怎麼說呢 我反而聽完你這麼說 我有兩種走出來 第一種是我覺得 懂的 我覺得最重要是他選錯了時間 今時今日的香港 是不容許這種幽默的 是啊 你問我 我最初都會覺得 有一點無雙大牙 你問我 因為譬如我小時候長大的時候 我是看Jack S大的 那是那個節目 然後我小時候是看 Song Doot男大的 他只是做這類的事 無緣無故在街上 嘩 然後就跑了 Jack S有一點不同 Jack S有一個自虐的方法 是 令到你覺得 嘩 你這樣也敢死嗎 Song Doot就虐人 是 Song Doot他不會做一些 不會這麼瘋 他不可能不會放口水在別人 不會撕自己身上的東西 放在別人 他頂多可能是大喊 或者買些衣服剪爛他 馬上賣馬上剪爛 其他一個 再不是的 還有一些 譬如你當KB KB那些都是玩到瘋 那些都是玩Friend 對不對 和合計去玩Friend 這些 譬如過往我以前都會覺得 這些都是小幽默的東西 其實都挺搞笑的 但是你隨著香港這十多年急速的變化 然後你令到香港人 特別是香港社會普遍的人 都不太接受這一種玩 我當用玩來爆撞 當然在現在疫情底下 當然大家都有一千百萬個上綱上線的東西 例如你髒腦袋 誰知你有沒有菌 或者什麼什麼 原來你有沒有隔1.5米距離 之餘此類 很多卡卡的東西 但亦反過來 由於他是一個 剛才你也說得很對 他不像人 你想想如果他不是金毛拿 又不是金毛強 他是一個 水中友 可能是你認識的 要見掛臉口的 或者是模特兒來的 很漂亮的 之類的 可能有 沒那麼嚴重的 反而是我們標籤了 不如這樣說 他很容易被人標籤 然後最棒的是你放在網上 這個才是最有趣的東西 譬如你問我自己 我舉手 有時候我在街上 你看到那些人很喜歡藍的背囊 會弄一個很大的公仔 有時候你坐升降機 你不小心都會碰一下 我會 正常的 很多人都會有時候 趁個人不小心 真的不用讓他知道 但你自己坐升降機 看到那些公仔挺有趣的 摸摸摸摸摸摸 然後你放手 你不會再拔掉 你不會再搶掉 碰兩幾 這是很正常會發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對還是不對 但在我生活上 我是會有這些事情做出來的 或者以前最流行是有些貼紙 不知道怎樣有的話 會貼在別人的背部 是呀 這些很橫皮的東西 但你問我這些真是無傷大雅 最重要是立心究竟是怎樣 但其次就是你又要懂得拿捏那條線 即是你現在玩撕腳皮或撕手皮 然後放在別人的頭上 即是他覺得這樣是叫做幽盟 是 可能世俗間又未必能接受 是呀 類似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就說在現在這一刻 為何香港很難拍笑片 很難拍一些以前會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一個社會不容許你去有趣 因為大家都覺得生活很沒趣 但我覺得笑片 可能我不知道是否做馬拉 但你在街頭設定一個陷阱 摔錢包給他們看看你的反應 我覺得你最後有個交代給別人 無論可能他的反應是怎樣 或者有沒有出到街 我想一個電視台工作 應該會有個交代給被整股的人 但現在這個不是 這是很學院派的答案 你剛剛說的 原來不是嗎? 哎呀 糟了 一直到場做走出去的 還走過來 對呀 只要怕他發瘋狂 才可能要走過來探望他 因為你不知道 譬如我們過往做過的經驗 例如是街上 例如是普通人 街上的人 即突然立刻哭 然後看他什麼反應 然後我們走了 可能連一張貼紙 貼完就走掉 好了 你也會想 A 他生氣的時候 你拿到他的反應 你會整隊人馬上走 還是怎樣 例如你要考慮兩件事 A 你拍他 拍他 你博他的反應 你會覺得很好笑 放在街上 其他人看到一定會覺得很funny 最慘的是什麼 你會怕 放在街上 他再看 他找到你了 好 你想 糟了 那我不是要現場跟他說嗎 好 拍完之後 就有個導演 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是電視台的 或者什麼什麼 好 接著如果那一刻 他說不要緊 嚇一嚇 沒事 然後還要跟他說 記得支持我們新節目 接下來出去看 我們會做這些事 但如果他突然犯了 他說你什麼電視台 拍什麼 很好拍嗎 你不要播出 我告你 或者什麼 你拿卡片來 那你就犯了 好 所以有時候 譬如以前最舊底 這些所謂的做故事 其實最原祖 我們從小到大 香港人接觸的就是小小小電影 或者有些外國的 經常找個小朋友 在商場裡 一隻眼人 找個小朋友在街上 扮不知怎樣被人遺棄 然後原來有隻假的手 就說他自己拔了手 看人家的反應 知不知 最後拍完之後 他會有一個行為搭著波球 原來指著鏡頭 對 鏡頭 說嗨 其實那個位置是挺極致的 因為回想起來 他會逼你 你猜得死我 對 他拿著鏡頭來協助你 跟你在那裡 因為人對於鏡頭 始終有一種 應該這麼說 有一種忌諱在這裡 因為有個鏡頭 你知道會比 你們那個圍內的人看到 他就立即會有一個 他會禮貌 他會禮貌 對 他要有一個形象 去保護 他會覺得如果人家開一個這麼小的玩笑 我都受不了的話 好像很不大方 所以他就算幾生都扮得很大方 某個形態上 這種是群眾壓力 等於有些人求婚 對 三人多 這個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說那個才是最好的做法 但當然他會選擇 譬如在香港為例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的一些 譬如戶外的搏咪、採訪之類 譬如那些阿叔就是最怕 如果我用鏡頭來協助他 那些阿姐是會縮的 很多阿姐或女士都會 那些嬌喘一聲 然後就可能當沒事 但你的阿叔 就算你把鏡頭拍著他 他要爆你的照 對 不射你 他完全不會理你 是不是在拍他 他要開你幫他照 或者突如其來 看到你的時候他更加什麼 然後再到一些男生 男生比較容易反抗 但當然你要看 譬如他是中學生 你看到他有一些書呆子的朋友 你把鏡頭拍起來 你把鏡頭拍起來 但你覺得他不像那些壞分子 或者什麼那些 那你要猜 要猜 猜量的風險 對 大底是我們做過的經驗 告訴我們 有些人出到去搏咪的時候 哪些可以玩,哪些不可以 是很流行的 你不知道 但你猜的 就是從他面上 從他穿衣服 從他站的動靜 你大概猜到這些傭施 是在控制範圍內 還是不在控制範圍內 但這就是我們拍攝的時候 回到你剛才的那個 那當然是純粹是兩個人 無鬼療 4MK仔去玩 那這些當然是好東西 還要擺故事 所以這些也是 因為坊間沒有這些節目 去平衡這些人 所以狀態就開始自己拍 你覺得拍完之後 搞得我也想撕手指皮 是嗎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 年輕攝影師 精彩 20 20 訣向